2013年世纪赛中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 新年的高低杠世界冠军 王慧丹她的强项是高低杠 自由超呢 因为这个一年完成动作的 这个质量比较高 所以说她在这个项目上 并不是难度对象 但是因为完成比较干净 所以也进入了这个项目的决赛 可以欣赏她的舞蹈姿态 很漂亮 后置一切零八十度开场 她这个立转 转的也还是比较好 后团两周 哎呀 爬地 非常可惜 不过她完成的舞蹈动作 非常的舒展优美 所以这个就是一对矛盾 你个子高了 动作漂亮了 你的对你的 你的弹跳爆发力 你看她跟那个 刚才的王妍 王妍她个子个子比较矮 她就所以翻转能力就特别强 一般我们 她轴比较软 另外目前现在我们教练员的选材 也都选一些个子比较矮的 因为现在难度很大 这样的话运动员对她的翻转的能力 会有很大 如果这样的话 身材太高了 如果是她的腿部力量 爆发力不是特别好 很难练出来 九百 也出现了失误 最将队的黄慧丹 就同样是一个动作 比如说躯体后股翻两周 个子高的选手 她的转体半径就长 个子矮小的选手都短一些 所以呢 个子太高 像霍尔基纳纳就比较罕见了 就那么高的个子 而且还自由操完成得这么好 她腿还是很弹的 我们来看一下黄慧丹的这套自由操得分 所以出现了失误 所以说她肯定不会得分更高了 但是这两位选手 如果同时在女团的比赛当中出现呢 就正好是一个是高低杠的抢手 就是黄慧丹 一个就是跳马和自由操的抢手 就是王妍 他们就可以有互补性了 在团体因为每个项目 团体都需要这样的配位 因为现在世界紧标赛决赛是633 他不是每个运动员 六个人里面每个项目只上三个人 所以这样有一定的互补性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参赛阵容的配置方面 要考虑 充分地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你不能都是一类型的 这样的话你弱项就会差很多 所以互相弥补 这样能达最佳的一个搭配 这样能在同体比赛中 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效应 我正能复卖 我正能复卖